在台北天赋棒球场 这是爆米花夏季棒球联盟编号第八十场的例行赛 由崇越准英顿的来出战士台中威达 那么在前五局打完之后呢 崇越在第二局的冠军的五分 那么台中威达在五局下半的才靠着 散路与贤民的超出了左半边方向 带有一分打点的一垒安打的最后的一分 那么在前五局结束之后呢 目前崇越一共有七支安打 那威达则是有四支安打 两队目前在前五局的守备上并没有失误 那么在五局结束之后呢 现在崇越呢 现在是五比一取得了四分的领先 这样比赛转播的是由 名球迷杨金龙 杨教练 以及我张力群还有权力工作团队 为大家在台北天花牛场 今天为大家一日两站 为大家带来转播的服务 稍后晚间的六点钟呢 将继续为大家带来由奇力珊瑚 来出战士国家厨迅队的比赛 好的 那在前五局结束之后 我们要请杨教练来谈谈前面五局状况表现 前五局了 当然最震撼的还是 马多纳路的那一个满贯群雷达 那这个也就是崇越锦英目前 四分的领先的一个主要的重点 当然江中成还有李维斯 今天这两位先发投手 事实上在空球表现都非常的不理想 两个然后 共创了大概有八次的 那个四十球的情况 那这也让整个比赛的时间 稍微延档了一点 那这完全都是由于空球方面 那我们先来提一下江中成 那在于空球方面 大概目标都是希望能够投在非常边边角角的地方 无形中也让他的外球额率偏高了 那比他的非常好的快速球 时速可以来到时速147公里 搭配他直插球以及滑球上的运用 可惜的是球数总是没有办法领先 所以这些很好的球种也没有办法 在最关键的时候 来直接拿出来对决 反而是保重太多 那江中成除了空球方面 不理想之外 还有投球的节奏 以这场比赛前五局这样观察起来 他应该还是可以再让节奏快一点 在头部之间那个暗号的下达 以及在观看的过程 好像时间拖了太久 那在固定式的投球的情况之下 尤其我们看他的手背 摆背的那个速度也不够 所以也造成放球点不稳定 那这个应该都是 他透过比赛之后 那有时间回去看video replay 或是看重播 看能不能从中去找到他修正的一些重点 那对他才有好的帮助 那李维斯今天比较大的问题是在内角 尤其是面对诱打者的内角对决 好球率太低 都太偏诱打者的内侧 那这一点可能 看扑手可不可以在未来配内角的情况之下 所设定的目标 稍微调整一下 看能不能往中间比一点 因为球有自然的推零过来 会往右打者的身体拐得过来 这也就是调整的位置了 重新修正看能不能让他的好球率提高 那今天当然除了马多娜杜的全雷打之外 舞手我们看到高鹏翔 今天在一壘做补位的过程也做得非常的棒 因为当内野传球方面没有传好 舞手在后面补位能够顺利把球传向二壘的壘包 这对他来讲都可以说是 手配方面一个很大的功臣 好 好 好